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普京官宣習近平將到訪 中俄關係正尖入盤時搭新境界? 白紙運動 算後賬 兩演員又遭禁言 趙麗穎白露新劇難上映 曝李雙江夫婦為兒大擺出獄宴 李天一已悄悄改名 山東一村一村的人走 朋友圈吊驗簡訊多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2號 星期三 亞洲時間星期四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普京官宣習近平將到訪 中俄關係正尖入盤時搭新境界? 普京今天在克里姆林宮接見到訪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時表示 我們等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訪問俄羅斯 我們對此已經達成共識 一切都在進行進展中 我們將進入新境界 王毅告訴普京 兩國關係已經抵擋住動盪國際形勢的壓力 危機提供了某些機會 他說 中俄關係沒有針對任何第三方 而同樣的 也不會屈服於來自第三方的壓力 這話明顯針對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華沙與中歐和東歐國家的9位領導人會面 在北約秘書長在場的情況下 向他們保證在普京發表好戰言論後 美國將堅定不移地支持反對俄羅斯戰爭升級 這一會議在波蘭總統府舉行 旨在讓這9個國家 保加利亞 捷克共和國 愛沙尼亞 匈牙利 拉脫維亞 立陶宛 波蘭 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放心 這9個國家均是前蘇聯或華沙條約組織的成員 並且處於北約的東義 路透社報導 王毅週二在與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會面時告訴對方 中俄關係成熟堅韌 堅如磐石 能夠經得起國際形勢變化所帶來的任何測試 但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瓦週三表示 王毅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面時 並沒有提及任何中國和平計畫 俄羅斯週二宣布 將暫停與美國簽署旨在限制核武器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這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最後一項核軍控協議 路透社報導 俄羅斯外長週二晚間也澄清 俄羅斯將繼續遵守相關禁令 不會違背有關條約中規定的核武器數量的限制 白紙運動算後賬 兩演員又遭禁言 趙麗穎白露新劇男上映 中共當局持續對白紙運動進行秋後算賬 演藝圈也遭波及 中國男星周俊偉 脫口秀演員孟川的微博帳號22日同遭禁言 原因都是違反相關法律法規 消息曝光後引發外界熱議 有娛樂自媒體《我與有約》指出 他們是和女演員春夏犯了同樣的錯誤 而春夏此前被懷疑是因聲援白紙運動而遭當局禁言封殺 主演的作品也被下架 名叫炫酒娛樂的自媒體分析 如果是平臺方禁言會說違反社區公約 而違反法律法規可嚴重多了 還貼出周俊偉在2022年11月26日 微博分享了一張圖片 裡面是一張白色A4紙 說明他曾支持南京傳媒學院學生抗議 孟川是在2022年11月27日 在網上直白表示 希望我的軟肋能成為南傳孩子們那樣的硬骨頭 據中央社報導 目前周俊偉有三部作品待播 包括和趙麗穎 林更新合作的古裝劇《余鳳行》 與白露 張靈賀合作的《寧安如夢》 還有張楚涵演的《孔雀城下小青衣》 目前外界都在擔心這些作品能否正常播出 對於周俊偉 孟川被禁言 絕大多數粉絲表示難以置信並追問原因 一些娛樂博主只與政治有關 還有一些網友提到A4紙 但由於當局信息封鎖 仍有許多網友表示看不懂 此外 娛樂自媒體電影《偵探社》貼出一張包括明星 網紅 脫口秀演員 配音演員 歌手等不同行業的完整黑名單 包含數十人 曝李雙江夫婦為而大擺出獄宴 李天一已悄悄改名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綜合報導 2月20日 Saxx表演家劉家軍在視頻帳號上分享了一段聚會的視頻 從畫面中看 中國著名軍旅歌唱家李雙江夫婦 應該是宴會的主角 劉家軍正對著二人催奏Saxx 83歲的李雙江 右手在腿上打著節拍 他的妻子孟哥身穿粉色毛衫 喝著音樂在拍手 網友紛紛猜測 這很可能是為李雙江兒子李天一舉行的接風宴 李天一在2013年2月22日因為強暴案被刑事拘留 後被判有期徒刑10年 網友推測 李天一應該在2月22日這天刑滿出獄 但並不排除期間減刑提前釋放 從今次李雙江孟哥設宴白酒 邀請Saxx演奏家劉家軍來看 網友的猜測並不無道理 李天一獲刑後 李雙江夫婦被曝經常外出商演 參加友人聚會 此外 李雙江還去擔任培訓機構的講師 教別人唱歌技巧 她一節課將近一個小時 不僅要站著 還得現場示範 可以說 李雙江為了賺錢也是非常辛苦 李雙江之所謂取名為李天一 就是希望兒子能成為舉世無雙的奇才 可他最終卻辜負了這個名字 小小年紀的李天一 仗著父母的名氣到處惹事 李天一15歲時 便開著百萬豪車 數十次違章 但沒有受到任何處罰 2011年9月6日 李天一因魚人鬥毆被拘留教養一年 2012年9月19日 解除教養 最終琅琅入獄 被判十年 李天一服刑期間 李雙江夫婦四處奔波 希望得到外界寬容 孟哥更是堅持為兒子無罪辯護 愛子心切 轉瞬間十年已匆匆過去 李雙江 孟哥為溺愛兒子付出慘重的代價 並為李天一悄悄改名李冠峰 有網友戲稱為冠峰 意思是被嬌生冠養的 給冠峰了 據《看中國》報導 李雙江還是江派軍中大員 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重慶大搞唱紅打黑運動 獲李雙江夫婦力挺 2010年11月26日晚 總政歌舞團女高音孟哥携手其丈夫李雙江在重慶舉辦紅歌演唱會 薄熙來到現場觀看 並與李雙江手挽手同臺唱紅歌 可見兩人關係密切 山東一村一村的人走 朋友圈吊驗簡訊多 4日明慧晚的報導 一個山中人透露 村子中老人走了不少 他說:「今年年前回老家 家中老人告訴我 前幾天有人統計過 村裡一年走了50多個人 近幾天又走了10多人 說是走的人都有基礎病 而且不是一個一個的走 一般是走一個再跟上一個 那意思就是說 都是兩個兩個的走 也就是一兩天內就走兩個人 走的人從50多歲到八九十歲不等 算起來平均六七天就走一個 大家都沒感覺怎麼樣 都覺得很正常 而且村裡年輕人 大多都在外打工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不知道 只有在家沒事的老人 有時閒聊說起來 要不是回老家 老人說起來 我真的也沒想到 真的是觸目驚心 我也算了一下 我們這個家庭從疫情開始接連走了四位老人 還不讓聲張 偷偷辦了白事 親朋好友都沒有通知 評論員楊寧分析說 目前大陸共有超過66萬個村子 如果很多村子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去年一年 尤其是後兩個月走了多少人?可想而知 以一個村莊一天平均走一個人來算 一天全國農村病亡就是66萬人 10天就是660萬 60天就是3960萬人 更值得注意的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是 近兩個多月來 微博朋友圈中通知家人走了的特別多 看看這些網友們在社媒上的感慨 最近副告也太多了 快點結束吧 今天什麼風水 看了一天 每天都能看到 而且我已經連著好幾天睜不開眼了 滿眼滿腦子都是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大突破 史上首次 國軍將以迎擊規模赴美受訓 河村病陣 中國農民快要逼返了 中共航母發展平靜 飛行員男女通招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請您訂閱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aktuell來講了 耶路好聚 君陪克斯尼老 Мос展美 現在看到跟你有那一些密合照一rell往 會 因此一點隨意見 現在是瑩哥一樣做到一巴掌 就要可詛借了 的心 有一個配合照 輪EM deliver Coun進攻七龍內的講述